草存镇三角里社区举办多年的跳蚤市场 而今年特别热闹,摊贩也特别多 所以聚集了许多民众到此来参观选购 现场不仅有社区妈妈表演 虎山国小的师生也参与了本次的活动 让活动更加精彩与丰富 我们已经举办了将近十次了,十年了 今年办了,年年都一家 今年已经算了刚刚二百八至二百九 最主要的跳蚤市场就是要带动我们整个离 我们整个社区能够活络起来 跳蚤市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教育活动 事实上对孩子来讲 它本身就是一个习福爱物 再加上行销这样的一个教育在里面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共享经济的概念 让孩子学到行销的一些五批的策略 先议员林永宏检世盛议员也到场来参与此次的活动 希望能够透过本次的活动 能将资源利用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个活动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习惯性 在每一年到当初的时候 我们就把家里面自己无用的东西拿出来 互相交往 我相信这种方式跟这种精神 也是跳蚤市场的一个目的 我们参与你来面 我们的里面很喜欢走出来 看到社区在举办这个跳蚤市场 这很好 会让我们地方的物流可以交流 买的东西不要浪费掉 拿拿出来 拿出来大家共同来分享 先议员检井贤希望透过这次活动的机会 能够让社区更加热闹 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在虎山国小前广场及马路旁举办跳蚤市场 不仅可以将家中多余的物品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戒指也将资源利用发挥的淋漓尽致 记者六寸草存采访报导